中方始终重视中美两军交流 此次旧金山会晤 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包括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关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主席也阐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